大方說出不大方的話 歡迎收看 就想泡你話 我是邱智 我是彤彤 歡迎大家 我們的泡花來賓們 歡迎你們 今天我們看一下主題 一夜情變百夜N的 泡有守則 人跟人的性關係 已經不僅止於伴侶跟伴侶上了 有可能有時候是因為 餓就想要吃 有些人吃著吃著 可能就 對不對 今天要跟各位講說 約泡行為在英文裡面 被稱為休閒性行為 或是稱為 非承諾性接觸 指的是在浪漫關係之外 發生的性關係 它有時候可能是突如其來的 可能是意外的 因為可能是刻意的 今天我們來打一場 沒有情緒 沒有感情的仗吧 對不對 可是其實像美國有一個研究 它就有研究說 大概十九到二十二歲 像這樣子年輕的年輕人 大概有三成或四成的人 曾經在過去的一年內 有過這樣子的 非承諾性的接觸 可是如果你在戀愛關係裡面呢 像會約泡 會一夜請的人 通常是對 真的喔 對 為什麼咧 可能就是因為我在 相同的人身上 我找不到一個滿意的感覺 所以我會往外去尋找 刺激 等一下 在自己的固定關係裡面 尋找不到我想要的東西 會往外發展的請舉手 只有Honey G是不會的 我們都會先試車啊 你車子不OK 你幹嘛要上 也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跟一個人 固定關係了 這前提是 我一定要確定這個人 很好用 很能用 對 很會 你拆禮物的時候 一開你就 對 這是我要的 這是我要 不行 就是先回家 那我想問一下 有因為性關係 跟另外一半 吵國家舉手 Bella有 有嗎 吃不飽 吃不飽 你會吃不飽 你要躲車 躲車了 你看B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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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他餓起來 連你都吃我 我跟你講 這個沒有啦 一回頭人呢 只剩下一頂黃色的牆 嚇死了 我們的牆壞已經不見了 吃乾媽淨 太過分了 你要小心點 所以剛才我有講說 只有Honey G她是 在有伴侶的狀態 她是不約的 對不對 那其他的是 有伴侶的狀態 如果有想要往外發展 也可以約嗎 會想啊 你會想啊 但是戈頭摸摸吧 對啊 會想 但是還是 如果不小心約著 那就是 生命運 Watha come in the Vegas Stay in Vegas 所以有不小心跟朋友 擦槍走火 對 不小心 然後發現 兩個人後來有討論說 其實有點尷尬或後悔吧 不會 我們就說好 其實我們就 偶爾還可以約一下 志恩是 很明確的 就跟朋友講說 我們還是朋友 對 這邊有人暈泡的經驗嗎 要暈吧 可是我還是有暈一次 對 要暈啦 對 還是有暈 怎樣的 有的都還是不小心暈 要懂得上船嗎 對啊 Honey G有暈過嗎 有啊 你有跟她講過嗎 說 說我好像愛上你這種話嗎 不敢講 不敢講 那她知道嗎 她不知道 所以你是默默的心裡面 一條小路跳跳跳跳 然後就撞死這樣 對 真的不能講 好傷心的故事喔 不是一講了你之後 就根本不可能再跟她 因為你還沒找到更好的 如果你找到更好的 當然你就可以跟她講 那 接下來我們就來問問一下 有沒有 哪一個 哪一個開場牌 你大概就知道 這個人現在是要約我 就基本上什麼 要去你家 然後什麼 吃個飯啊 看電影啊 什麼微博 就是先把你約出去 那基本上後續 在統治族裡面 基本上八九不離十吧 感覺好像她 任何的詞彙在她那邊接收去 就變成是 你想要要我的身體這樣子 基本上 基本上 應該說 統治族群會比較直接一點 不會拐彎木腳 那 志恩是 對方跟你聊天 聊到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大概會知道說 他好像在設要約我 他會先問胸部吧 你的胸部大笑 好直接 好直接 你不是說異性戀 比較直接嗎 你那個男生確定是異性戀嗎 還是他本身是在賣內衣 你要買衣服 真的有遇過啊 就是他直接一坐下 可能聊天就說 你最敏感的地方去哪裡 如果像志恩這樣 就代表說 那個男生他可能曾經就是這樣 就約過成功 他只要用這麼開場白 這麼的直白 他是成功過的 因為有一些女生比較大剌剌 對 有些女生比較大剌剌 比較喜歡直剌一點 我愛主動的 哈哈哈哈 那你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會知道 還是其實你給對方的 你給對方的訊號 非常明顯 就看到靠過去 然後 然後看他會不會手會有反應 通常都會來啦 就直接 想要牽一下啊 或是 沒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然後直接 欸我不會想要有反應 我知道嘛 所以我就靠過去 所以男生會直接摸上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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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會這樣 喔 喔 喔 然後再 就是幾個男 喔 幾個男 喔 沒有啦 好 那接下來這一個很重要囉 什麼時候 什麼動作 什麼言語 是告訴對方說 我現在可以約了 好 這個我們從卡奧斯 如果是場景之外 可以遇到一些 就是大家一起去會的情況 那讓對方覺得 對我很有意思啊 那我會多增加 讓他對我的自己的接觸 我不會去自己接觸他 我會讓他來碰我 他來碰你之後 你就覺得 這是一個通行證 好 這一個通行證 然後你來碰我囉 那代表 你翻自己腳看 對 那像是合約 這樣蓋上去之後呢 那就後面 就可以有更多的 那個可能性 那可能就是 待會兒我們就是先離開 我先去哪裡 那現在其實都不用先講 不用再特地講的 就是一種用議會的 心照 心照 直接心照 因為你這樣很會 不用講不用尷尬 對 也不用有那些奇怪的壓力 阿妮姬呢 你會怎麼釋放 就是說 老娘現在是可以約的喔 有時候在酒局上面 我會就是可能 一些巧合 我就會過去碰他 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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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直接靠上去之類的 或是直接靠上去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開始聊一些 其他的事情 就是慢慢聊 先了解這個人 還是要有一個 flirt 還是要有一個調情的前提 會有 稍微要有一點 好 剛才我們請幾位 稍微開了個門啦 那大家都不知道 如何不得其嗎 如果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如何 不要暈泡啦 泡有的守則 第一條 是 硬體 配備 合不合 這應該蠻重要的吧 很重要啊 我的天啊 不然的話根本不會進入了嘛 對啊 我根本不會釋放這個訊息了嘛 就是它硬體 起碼外面看起來 就是要是我喜歡的嘛 對不對 可是有一些東西 是外面看不到的 好 比說 脫下來看到了第一眼 然後發現 怎麼辦 打火機 那這時候 你是要跑還是不跑呢 怎麼辦 打火機 兩個字 應該要離開吧 真的兩個字 就是 就是承擔 承擔 你看 你們留下 這邊就有這一種小媳婦喔 還有那一種壞女人 就是腫掉喔 留著硬幫幫的男人 你怎麼辦 你不負責一下 打火機也是有春天的 對不對 但是他就會承擔 好 你既是那個小媳婦 你很怕人家傷心 人情 好負責 真的 對啊 有沒有哪些硬體 就是外觀是 你一看就一定要的 臉是最重要 對我來說是臉最重要 妳是喜歡臉漂亮的 胸大小我是 沒有什麼 無所謂 很瘦 不得知道微弱 我也都OK要可以接受啊 那再來就是 腳好看 那這個志恩呢 我的話 臉一定是重點嘛 也是臉 對 身高啊 然後身材 然後再來就是他可能 就是擁有 就是 皮 皮 對 是香蕉 皮要記得先丟掉 對 對 他喜歡瘦肉 是 脖皮 是 那個啦 那Honey G呢 我嗎 基本上就是整個 乾乾淨淨的就好了 乾乾淨淨的就好了 乾乾淨淨的比較重要 是 因為我比較可以的 他下面的武器 你怎麼知道他的武器 就算不威猛 你也是接受了啊 可是還是要 我們不能 一直圍巨蜆 讓我 你偶爾一次也要讓我餵飽吧 為什麼 OK 再來是 我們可以再來看看 第二個 服務精神好不好 會不會讓你想要繼續 跟他變成百葉恩 有碰過嗎 有啊 有碰過嗎 我都是喜歡人家有姐 被你去叫好了 其實他 你看這邊有 他是討厭麻煩的那一種 那智恩呢 如果看到對方就是 事後焉或倒頭就睡 或者說就 立馬站起來穿褲子 這不行 再把它傳給姐妹說 這不行 然後還說妳穿褲子要去哪 這是妳家 真的會有 而且如果連衛生紙都不會拿給妳 我的天 這樣 連衛生紙都不拿給妳 就自己猜她殺的 OK 事後的那種擁抱 還去持續摸著對方的頭髮 還持續摸著她的身體 甚至還在持續摸胸 女生會覺得 練一邊會覺得說 已經連結束了 妳都還對我這麼有持續有感情 我會很開心 女生會很開心 完全有做到這一點 女生應該都是會開心 對啊 會覺得自己很被重視 對 所以只有像Bella 如果碰到Bella記得喔 老頭就睡 走 對 馬上走人 對 再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第三個關鍵是 聖人模式最誠實 你們有碰過在聖人模式的時候 對方說了什麼很傷人的話嗎 傷到妳的心 有嗎 她說她說什麼 有客人 有客人 她從她結束她老公那樣說 對 我覺得 妳去整一下哪裡哪裡好不好 她老公覺得她那男生的想法 直男的想法就覺得說 我只是想要給妳一個建議 然後想要妳更好 我是為了妳好的 女生聽她說 原來妳的嫌棄我 哇 那妳剛剛都怎麼看我 剛剛又 對我又鏡又爆了 沒有沒有沒有 妳本來就很好 妳本來很好 只是後面妳鼓勁也都沒有了 直男癌 好 OK 再來 好 我們看下一個 其實 視力相近能溝通 就是說有很多人 他就是碰到那種 一見面就是把人家推倒 然後就好像餓了很久 然後就是 狂衝猛衝 衝環衝 這樣很像什麼 對啊 我笑了 完全就是在 怎麼感覺人家在說你 沒有 對不起 我在說你嗎 對不起 對不起 就是完全不被尊重的感覺 就是 哈囉 我在喔 妳是在跟我的身體而已 我人好像 根本是被妳丟在一邊的 就是碰到這種的話 有什麼 最好是不是可以碰到 就是也可以說說話 可以聊天 聊一點最近發生的事 對 可能興趣差不多 妳呢 妳是想要 智力可以溝通 還是想說 一定要有能溝通 萬一他不能溝通 但是他身材跟技巧超好的 那我覺得 又承受了 不要這麼承受 直接 我現在轉圈了 對 謝謝進來 OK 沒有了 又承受了 手光力 我來幫妳買 OK 好 Bella呢 Bella就是 我試過被投訴過啦 他說我們可不可以 不要每次都 一來就直接衝 直接那個 他說我們可以約點會 看看電影啊 吃個東西這樣 那妳呢 妳也是要聊天的嗎 我 我當然要聊天喔 我可以只聊天而已 聊完之後就說妳可以走了 可以 我們下次再聊 下次再聊喔 好 那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守則呢 心胸豁達不如小 好 這個就有點感覺就有點像說 你怎麼可以 就是開始吃醋了對不對 有曾經被這樣子的驚豔嗎 就是被砲友打來質疑過 說妳是沒有跟別人做什麼的 拋勞 前面呢 那是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人是看愛繼續動態的 但是他呢就會很直接就跟你說 妳今天為什麼還行 為什麼妳都沒有在來看我的動態 妳前天為什麼沒看 喔 他會放感情 有點像放感情嘛 那其他的人有嗎 有就是被人家抱怨過說什麼 你們是不是還有跟其他人約 有 被問過曹博社說 那妳現在還有跟別人嗎 什麼 就怎麼了嗎 什麼事 那是什麼 然後變成叫 尚未成男女朋友的狀態 對啊 好 OK 接下來我們還要看下一個版班 這個版班也滿有趣的喔 這個版班就是要再告訴大家 怎麼樣可以約泡步暈船 譬如說第一個就是說 不在他家過夜 不在他家過夜 那這樣會不會顯得很冷血 也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我覺得這還好耶 下一次都沒了 下次就沒了 他覺得 有的時候真的太晚了 可是我要不要煮碗麵給妳吃啊 然後他就 不要 然後就走掉了 沒有 我也說好耶 對啊 他一定有 免費吃的 為什麼不吃 對啊 大概都吃了 我現在真的餓了 做完吃點東西最爽了 對啊 我覺得OK 我覺得第一個 還OK啦 可是我有認識 妳認識什麼 男生的朋友 我有問過他就是 差一點就套出來了 對 沒有 我有問過他就是 那你以前 譬如說大學的時候啊 然後可能一夜請什麼 你會留女生在家 他說他 他從來不會 還是他怕麻煩 對 因為有些人是怕麻煩 我以為我個人也是怕麻煩 他是怕對方愛上他 對 他就很討厭女生運船 所以他就會 絕對不讓女生 留在他家過夜 男生很帥是不是 滿帥的 對啊 誰沒有年輕過嘛是不是 哎呦 誰沒有玩過嘛是不是 真大氣耶 對啊 你現在感覺 我就給你剪掉 喔 好看 我想看 那我來想看 什麼東西你們 再來 好啦 接下來還有呢 就是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語 就沒有什麼 你會講什麼甜言蜜語 對你嗎 對啊 幾乎好像每次都 這不會多說一些 除了什麼什麼 你好性感之類的話 其他就說什麼 我們以後可以怎麼樣 完全沒有耶 都是在分享自己的事情 但是有的時候 結束講工作也太殺公警了吧 是這樣子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朋友他跟我講說 因為他的工作場合 沒有人可以聽他講工作的事情 因為都是彼此竟爭對手 然後 他的另外一半 根本不懂他的工作內容 然後講了以後 對方搞不好還會覺得很煩 很煩 對 他就會在這種伴侶上面 就是說 然後講給他聽 感覺 感覺他有 有一個書法管道 對啊 所以 也是滿辛苦的啦 對 好 那麼 再來問一件事情 這件事是我朋友分享給我的 他說 他自己在準備保險套 然後只是說 那個女生感覺就有點失望 你們會覺得 好 我好像跟對方又更進一步了 還是說你們不管怎麼樣 就會死守底線 就是我一定要把包套都戴著 真的要戴著 要戴著 看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在追求刺激的過程當中 保護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要保護好 如果有破裂的可能 那時候就要趕快再換 因為我之前有代言過匿名篩檢 好 我有代言過匿名篩檢 所以那時候跟我們的衛生署 學習了很多很多的知識 包括了一般的保險套 不見得是每個品牌 但是一般他們講說建議大家 除了全程使用保險套之外 對 很多人以為說 有一個從頭用到尾 然後後來還是會 譬如說有染病 或是說有意外的這個 懷孕的風險 那結果我有很多的這個 女生朋友就怒吼 就說 30分鐘 她30分鐘還換不到一個 就結束了 還包含換衣服 30分鐘 我這邊從來沒有換過兩個保險套 很吸引的 你知道我說 這只是人家告訴我的速度 就OK 太好笑 OK 好啦 就是給各位一點點小小的冷知識 其實保險套有很多很多冷知識的 好 然後再來 清楚自己想要的 很清楚吧 各位對於約炮這件事情 應該都很清楚自己想要的 對 好 那今天看到這邊呢 我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除了在這個所謂的情侶伴侶 或是說夫妻之間的這個性關係之外 我們在因為時代的進步 我們的確衍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這個 跟性愛有關的名詞 那麼今天也許有講到你們的疑問 也許有講到你們還不夠聽 你們覺得還聽不過癮的 沒關係 記得呢 隨時關注我們的節目 最後還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們 全身使用方便套 安全的性愛最重要 是的 我們今天謝謝來賓們 謝謝 謝謝彤彤 下次見 拜拜 拜拜